今天早上发了WNBA球队拉斯维加斯王牌队,SS打客场遭遇好班连续演舞然后取消, 到至今后在习维争夺战役后一小时开球的消息,也发不少球迷对NBA球队怎么飞的发问,统一写一下,是的,虽然附属于NBA,但WNBA是做民航经济层,而且是所有球队必须都做,任何球员有升仓需求那次偷摇包,主要原因还是联盟收入水平决定的,球员平均金资不到8万美元, NBA平均年薪已超800万美元,球队也没有更多预算来改善差略问题,回到NBA,早些年也是乘坐民航班机,但存在两个普遍问题是,球员们身材高大,在很多飞机上身不支退,另外就是行李空间有限,很多随队装备,都无法跟随飞机全部托运,随着联盟收入提高,球员收入上涨, NBA球队开始引入包机,球员们身材高大,在很多飞机上身不支退所谓包机,实际上飞机仍属于航空公司,只不过是专门为球队提供飞行服务,只要球队提前和航空公司,协调好时间和行程就行,服务也是逐渐升级的, 包括改造飞机,座位更宽空间更大,甚至还辟出专门的会议空间等,包机还有一个好处,就是可以走专门安检通道,球队大巴往往可以直接通到飞机脚下,避开与公众混在一起,比包机更高级的就是专机,专机就是飞机的一支球队独有,可以高度定制, 比如,座位上秀好,球员的名字等,而包机是某次飞行期间为一支球队独有,行程结束,他还要去服务其他的球队,NBA球队目前最主要的包机服务商是当每个90%的球队都用他们的服务,他们也专门拿出11架改装后的波音器武器为NBA服务,平均下来,一支NBA球队一个赛季41个课长, 包机支出超千万美元,有些球队会通过球队或场管赞助资源的置换,来抵消这部分成本,接下来说说,有专机的球队, 达拉斯独行侠可能是最为人所知的一支,老板酷巴对球员好,早已声明远播,把专机成了最好的例证,连忙还有一类有球队专机的老板,他们的旗下拥有很多球队,配置一个专机既有面子, 几支球队供业用又能减少成本,开拓者的保罗艾伦Powellon,微软创世人G1,以及七才的前老板都是,不过七才去年签了实际,也是赞助资源置换, 当第一个新型私人包机合作伙伴Jetlinks,有自己的行站楼,出行登方便快捷。 独行侠老板酷巴对球员好早已声明远播,买专机成了最好的例证除此之外,提呼再搬到新猫耳梁之前,那时他们还嫁黄蜂,也有过自己的专机, 由此可见,用包机还是专机,主要还是成本的考量,包机缺少专机的个性化专属标签,但基本能满足球队和球员的出行需求,还能省下不少飞机保养和闲置时间,停机的费用。 这也是越来越多球队,开始选择达美标准包机服务的原因,当然也有例外,NFL新英格兰阿爱国者队去年底一下, 购置了两架波音器热气宽体客机,一架主飞,一架放着备用,按说NFL球队客场上,每个赛季才实场,养飞机不值当, 爱国者也是联盟目前第一只卖专机的球队,NFL新英格兰阿爱国者, 球队的专机除了老板有钱,还有一个原因,近些年,大航空公司开始退役搭计飞机, 转而启用更多中小型飞机,NFL球队人员庞大,一般飞机满足不了需求, 供需关系变化之后导致球队包机费用逐年上涨,十个客场包机费用平均在400万美元左右, 所以买干机就成为一个必然选择,当然,球队也可以把自己的飞机租出去,从而降低更多成本。 还有一个事儿值得一提,俄罗斯飞机制造商Fugor这两年研发出来了Sportsjet, 根据他们的设计,飞机上交配备健身房、按摩床等干湿设备,等于把训练康复设施,也搬上了万米高空, 预计今年就可以交付使用,这无疑会让长途飞行更舒适。 俄罗斯飞机制造商Fugor把训练康复设施搬上了万米高空中国球迷呼唤多年的中国办NBA常规赛, 或许会因为这种飞机而搬上日程,声明,本文游览熊体育原创,转载请注明。